不错,没有继续贪图剑法,还是虚心弥补不足,是可造之才,来吧,我给你选,此乃充虚鬼法,举步生风,幻影一行,是地界上品身法,寻常人很难驾驭,也很难完全掌握 放心吧,长老,我慢慢学就是了,对了,长老,你跟红袖长老很熟吗 算是熟悉吧,很多年前的事了,你小子又打什么坏主意了 这不是把红袖长老得罪了吗,想弥补一下,不知道邓长老有什么好法子 他确实一直有个心结,这个女人虽然看着冷酷,但对徒弟都很好的,倾囊相受,只可惜 哎,他那几个徒弟运势都很好,时常碰到大小机缘,但你要知道,凡事讲究因果,得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终会被凡事 都死了呀 怪不得红袖长老对徒弟的事情这么敏感,这么多年也很少收徒 嗯,不过以他的命格,一般人确实顶不住啊 哎,你别一口一个红袖,若被他听到,那一掌拍死你 他虽然叫红袖,但目前是宗门辈分高的人 那门长老,皆把他称为刘云老祖 什么,他就是刘云老祖啊 我记得秦夕炎不久之后,会败在刘云老祖门下,若是我能提早让他们见面,那可是给了刘云老祖一个大礼物啊 他应该不会再找我麻烦了 秦夕炎,我身体不大舒服,明天你替我当职吧 啊,斩师姐,我已经帮你当职好几次了,若是被长老发现,定是要被罚的 长老们这些日子都忙着处理内门大笔的事物,哪有空管我们 是啊是啊,我还去看了内门大笔,你们都不知道,实在是太精彩了 有个叫叶楚云的师兄,不仅拿了内门大笔第一 还把享受他为徒的青霞峰长老给拒绝了 青传弟子都不放在心上,简直不要太帅啊 肯定是因为红秀长老给的不够多,想当初宗主花了多少心血才收了萧平天 哦,不愧是叶楚云师兄,好厉害 清晰眼,叶师兄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你不会还想攀附叶师兄吧?那可是未来比肩剑子萧平天的存在 别懒蛤蟆想吃天鹅肉 叶楚云师兄才没有你们想得那么肤浅 他不做青传弟子,一定有他的道理 你认识叶师兄吗?怎么说得好像很了解他一样 我有个远方表哥,当时跟叶师兄一起从五阳山回来的 我知道的事情比你多得多 我劝你认清自己的定位 你就是一辈子当杂役的命,别痴心妄想了 你... 请问,秦夕炎是住在这里吗? 啊,这声音... 是叶楚云师兄! 叶楚云师兄! 叶楚云师兄! 啊,这边